通常男生 只要你一讓他get到 欸你是不是真的對我有意思 那一瞬間你就輸了 出心機率 喔 今晚不回家住 哈哈 你點你不要一直 好 你不要一直這樣看我 如果你晚上有預定行程 請點在你的這裡 等一下啦 真的假的啦 就是有 哇 乖乖 啊 我沒有想要對你這麼有效 我本人呢一直有一個困擾 那就是我對於自己有沒有辦法判斷 對方對我有沒有好感這件事情 非常極度沒有把握 人生錯過了很多 其實女生對我有好感 但是我不知道 然後就慢慢沒有的這個經驗 所以呢 今天就想找一位女生來跟我聊聊 到底要怎麼去判斷 這個女生到底要怎麼去判斷 對我有沒有好感 然後 女生認為有用的動作 到底男生會不會正確收到訊息呢 但是 有人會說我頻道上面的來賓都太溫和了 在公司很多同事的推薦之下 我發現公司裡面有一個女生 菲芒 大家好 你為什麼會想來錄這個題目 展現我宵夜貓的一面 聽說你在本公司尾牙的時候 做過一件很狂的事情 就遇到一個很帥的同事 然後當下剛好實在失戀中 那個然後呢 酒精的嘴化箱 對然後就在他面前一邊哭一邊說 我百分之百相信你是一個 錄這支影片正確的人選 那今天BEMA準備了四個 你在狩獵男性的時候會做的舉動 那我來聽聽看 看我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還是我其實不會發現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最基礎 可能很多女生也會的就是 如果對這個男生 有一點心理的感覺 可能就會有一些 弱有事物的支持碰觸這樣 那什麼叫弱有事物 就我不可以直接這樣走過來說 欸我喜歡你 我要牽你的手 也不能這樣 就我可能喔 不好意思我拿一下我手機 對像這樣子 我剛剛就被你碰到了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女生通常在有意識的狀況下 是會避免跟男生有肢體接觸 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要避險啊 要避險 除非你特別喜歡他 所以你只要碰到一定是有意識 比方說以前念書啊 或者工作真的 就是女生會 比方說就是這樣 或走路的時候這樣子 那個 我人生大部分都覺得那是一個 正常虛刻範圍內會發生的事情 不會多想 嗯 但是你剛剛說 沒有女生大部分都會有意識的 會避免這件事 所以我人生中那些都是他們故意的 欸欸 是嗎 不好說不好說 我覺得可能看碰的程度 我們一定可以這樣子拿 然後我偏偏要這樣子拿 那就一定有啊 就是你在一個 可以避免碰到男生的狀況下 但是卻不小心碰到了男生 對對對 哦 對 哦 我走路故意靠橫琴這種 嗯嗯 這樣就算了 對對對 那比方說 我們今天就是第一次見面約會 然後我們在吃飯 嗯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些 肢體接觸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這樣就可以判斷說 哦 這個場合可能會發生這件事 我下次就注意一下 如果是吃飯 然後假設就是我們排隊好了 我們兩個人站著先排隊 那我覺得 首先我會站著靠到很近 然後可能我手機有什麼東西給他看 我會說欸你看 就會縮短距離 哦 哦 從排隊的時候就開始哦 處心機率 哦 然後等到吃飯 你真的很厲害耶 等到吃飯 假設我們對坐 對他對坐這個 這麼遙遠的距離 你要怎麼處理 有筷子啊 我要吃你碗裡的菜 吃完菜吃你 沒有 沒有 第二個的話 想要跟對方 想要跟對方有更多的接觸 假設對方喜歡性作 嗯 但我本人其實沒有策略 對 然後我知道這個資訊之後 我就會特別去補習 補習一坨之後說 欸你知道風向星座怎樣怎樣嗎 然後調對方講 然後讓對方覺得就是 我們還有話題哦 但其實沒有這都是人為的 對 哦 哦 但是你沒有要 呃 讓我知道說 你是特地為了我去做功課這件事 你不會 對對對 這是秘密 這是秘密 那我觀察不出來啊 我只會覺得 你很好聊而已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讓對方知道的話 在太前期的時候 有點太刻意 就對方就會一瞬間就會覺得 啊你是對我有意思 可是我跟你說 通常男生 只要你讓他get到 欸你是不是真的對我有意思 那一瞬間你就輸了 如果我對這個人有意思 那我可能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傳很多 可愛的貼圖或者是愛心啊 但我不會傳紅色的那一顆 不會傳黑色的那一顆 所以在背滿你的貼圖裡面 你自己是有分類的 這30張貼圖 前面這5張是我要調男生 就是我要展現曖昧的時候使用 可能是用什麼抱抱啊 親親啊 愛心 拜託拜託的那一種貼圖 哦 真的有分 女生真的有分啊 這被你這麼一說 好像有一些畫面開始浮現 但我自己是不會感覺到 女生傳貼圖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它只是表情符號的一種 就像你今天傳愛心啊 傳什麼沒有 我覺得都一樣 真的假的 男生是這麼覺得 我不知道女生真的會覺得 這個東西傳出去很曖昧 我跟我一些女生朋友都會粉 傳給朋友的貼圖 跟你今天傳這個特別可愛的貼圖 給這個男生你是有 特別想要跟他裝可愛 啊好難喔 可是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只跟你傳訊息啊 我又不知道你傳給你朋友是用什麼 那我怎麼知道你傳給我的很特別 不能直接一點嗎 真的很麻煩耶 好像被你說服了 好像被你說服了 對啊我又不知道 那我 那好啦 那如果你現在準備要見面 你會怎麼樣展開共識 可能會跟對方講 就是說下次要不要陪我一起出去走一走 就直接約對方 我是比較直接 我走一走 我覺得走一走這個用法 非常有想像 但是我個人對於這種走一走啊 遠一點這種 喔會很受不了心癢癢 因為我就是比較喜歡那種 有遐想空間的字眼你知道嗎 就是說啊我也沒有特別跟你說我要幹嘛 但是我就說啊今天心情不好 你可以陪我去遠一點的地方走一走嗎 然後可能腦中就在想說 所以是要多遠 是我們要去 台中嗎去高雄嗎 室內還是室外 室內還是室外有過夜的行程嗎 這是一個 你今天沒有要回去的邀約嗎 我就開始揣測 然後我就會 好學起來了 然後我跟你講重點是揣測之後你就有想像 然後男生在想像之後沒有達成 就會很失落 所以男生就會想辦法去完成他腦中的想像 高招耶我學起來了 謝謝米露老師 沒有我只在講我自己的感覺而已 我覺得好像蠻有用 聽起來聽起來很有用啊 既然你這個招數這麼多 約會的當下你會不會特別做一些什麼事情來增加約會的火花 約會的當下就是整個氛圍啊香氣的部分都蠻重要 所以有什麼秘密嗎 秘密就是LC品愛的戀愛陷阱化妝品 這個很厲害 它在日本有18年口碑的一個產品 而且很多日本的女生在約會之前都會用它 為什麼 怎麼叫約會之前一定要用它 這個組合厲害了 它是一個今晚不回家組合 聽這個名字都知道了吧 今晚不回家 它有一種非常神奇的魔力在這裡面 就是它會有費洛蒙的成分 就可以讓你散發著一種吸引人吸引對方的一種感覺 你說費洛蒙 我知道費洛蒙是比方說 我們很想要追求對方 就是兩個人在擁抱或親吻的時候 人的身體會散發出來的一種激素 然後會吸引異性 也會揮發出來讓異性知道說 你現在很想要我 所以它是把這個東西加在 沒錯 就是加在裡面 一般的化妝品不會加這個吧 一般的不會啦 所以它才特別講今晚不回家組合 特別的小心機 哇 我現在覺得你不簡單 你是一整套的 一條龍 談戀愛太難了 不努力不行 不努力不行 所以費洛蒙會讓女生變得更有魅力囉 你自己覺得 對 而且像是這支蠢蜜 穩蜜 甜蜜莓果 蠢蜜 像我自己啊 我在用這個的話 就是我會在自己的口紅上完之後 再加一層這個蠢蜜 然後就讓你的嘴巴看起來很嘟很潤 然後就會讓對方很想要親吻你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是第二層 嗯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原來還可以被設計 就是水潤的想要親的感覺 是可以透過產品去把它 一切都是陷阱 好可怕喔 這跟YouTube拍片都有腳本是一樣的 太可怕了 這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 那我可以問你 你現在有用嗎 沒有 不然你怎麼還坐在這裡 喔 我不相信就是這個東西只有這麼厲害 不然現在這樣 我先離開這裡一下 然後你用30秒幫我塗個唇蜜 然後噴個香水水 我來看看 真的有沒有你講得這麼有效 沒問題 信心滿滿喔 越越浴室 所以你剛剛是用了 我用了 喔 唇蜜 還有什麼 味道好像也有點不一樣 等一下我先 我先感 不是感受 不能感 不是我現在講話好像怪怪的 我先說唇蜜的部分 嗯 真的你嘴唇有變 別點你不要一直 好你小心感受 好 不要這樣看我 真的嘴唇很發亮耶 就是有 我有覺得它變碎 沒有 就是有 喔 怪怪 我沒有想要對你這麼有效 就是 它有彈性 然後水嫩的感覺 好像很好摸 就是好像摸起來會這樣彈彈的 就會想去接觸它 真的嗎 嗯 要嗎 有嗎 哎呀我眼睛夜障中 這個是這個唇蜜的效果嗎 那你覺得我突然唇蜜有差嗎 有耶 雖然就只是嘴唇開始發光 但 整個人有變得有點不一樣 我現在覺得有點坐立難安 你剛剛還用了什麼 同個牌子的床上專用香水 Libido Rosé 香吧香吧 我自己的話就是有噴在這裡 然後會點在脖子跟髮燒的部分 但是我跟你說這個就是 Level 1 噴完香水的時候 如果你晚上有預定行程 請點在你的這 等一下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我自己每次都這樣 最突然這邊是真的有用的 背景上一講好像滿合理的 我們說齒骨這個地方 也是 能整體產生肺若萌的一個部位 沒錯 所以喔 客戶回饋是都覺得不錯啦 對 好 那你覺得這個香水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這個味道 然後 我最開始覺得你這個很扛 我覺得 有點危險 我先坐遠一點好了 我自己聞其實是覺得就是 莓果跟玫瑰的香氣很明顯 但我不知道對你這麼有效耶 我可以試聞一下 在你身上這個香水大概是什麼味道 安聞起來是比較清新自然 莓果味的 但是有一個我沒辦法跟你解釋的東西是 你剛噴完嘛 嗯 然後我從外面走回來 我就覺得這個 空氣的氛圍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魔法 我真的不誇張 就有點緊張 然後頭後面又開始有一點點 血液在流血液在走的感覺 我真的沒有想到對你這麼有效 好啦不管他反正就是很神秘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會 真的對我有產生一些效用 就會讓這個氛圍 這個空氣這個空間變得開始 就有點曖昧有一點危險 就開始緊張 嗯 心跳加快 你知道有很多時候 我們說掉腳的效應 你知道掉腳的效應嗎 當你們一起來走吊橋 做一些危險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危險產生的讓你心跳加速 就會讓人物以為是心痛的感覺 嗯 就有一點給我這樣的感受在 然後會讓我覺得你突然變得 很有女人味 我覺得我好像身體現在莫名往這邊傾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這東西真的 不要亂用 大家也不要亂用 如果 如果你真的 看了這個影片去買的話 適當的場所 對著對象的時候 再去用它 一集 抓住獵物 上班就不要噴這個了 對上班就不要噴這個了 對的東西用在對的地方 真的有用耶 我覺得很扯耶 我剛剛噴完之後 覺得自己的臉有點開始紅紅的 燙燙的 被你這樣一講 我覺得我也是 燙的耶 我現在臉看起來比較紅 好像有對不對 好像有一點點在泛紅 這都在到底在幹嘛啊 太可怕了 真的捷運上不要噴 真的不要亂用耶 小心耶 總之我覺得 男生跟女生想的 會有一點落差 比方 你剛剛說那個傳貼圖 嗯 我真的人生沒有注意過這件事情 然後你剛剛那個 可以 略過我去拿手機 但選擇靠近我 碰到我拿手機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故意的 這就是信號 這影片也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覺得 今天找到一個很 很適當 背馬100份的來賓 他充分展現了 除了要有一些 小心機 小動作的套路之外 適度的用一些 更小心機的東西 做一些輔助 嗯 也是真的會讓約會 更加分的事情 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火柴 都已經鋪好了 女生們 你們就要勇敢的去點火 當那個點火的人 好啦 如果對影片當中介紹的 純蜜跟香水呢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資訊欄 留言區 會有更多的介紹 也可以去LC品愛的 IG帳號看看 他們的帳號裡面呢 有很多關於夜晚的小知識 還有很多 大人才可以看的內容 是非常用心 經營的IG帳號 好啦 祝大家都幸福 祝大家跟你喜歡的對象 都有一個 美好的夜晚 我是米露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到我的頻道看看 裡面還有很多跟 談戀愛相關的 小技巧影片 可以去看看囉 下次影片見 拜拜 我讓影片在曖昧中結束 拜拜 今晚不回家 回家 走